有这样一场战斗 它堪称降维打击代名词的鼻祖 现代战场的顶流 盘旋于空中的突袭者 这就是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就是凭借八架阿帕奇 便冲破了伊拉克的黑夜封锁 他们贴地飞行 深入沙漠 撕开了一个国家的防空网络 被后续成千上万架子的空袭 铺平了道路 阿帕奇在战场中的身影 如幽灵一般 它所到之处连风声都变得寂静 想知道这场狂欢夜 到底有多么疯狂 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 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片 被引擎空鸣滑波的天空 聆听这架幽灵战机 与它亲历的战争回响 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语言 带你走进阿帕奇的世界 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 从五家巨头竞标中的逆袭 到海湾战争中的一战风神 从基础型到守护神的持续进化 再到它的荣耀与软肋 这不仅是一款战机的故事 更是现代陆军航空兵发展的缩影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陆军装备的 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 在越南战争中站露头角 但随着冷战队抗升级 苏军大规模装甲集群 带来的威胁日益凸显 美军急需一款更先进 活力更强 生存性更高的武装直升机 这就催生了 先进武装直升机计划 这个计划一出台 就吸引了航空界的半壁江山 波音 贝尔 休斯 洛克希德 西克斯基 五家巨头同台经济 要知道 这五家公司 各自都有拿得出手的王牌 贝尔是H1眼镜蛇的娘家 经验劳道 西克斯基深耕直升机领域多年 技术沉淀深厚 洛克希德更是军工巨头 实力不容小觑 这场竞标 堪称当时航空界的巅峰对决 这项任务究竟能够花落谁家 然而 美军的要求极为苛刻 新型的武装战机 必须是全天候双座攻击型 能在复杂地形下 执行反坦克任务 又承受23毫米机炮的射击 在坠毁时 能保护成员安全 另外 这架战机的载弹量 要远超眼镜蛇 还有具备夜间作战能力 所以 在第一轮竞标中 五家公司的方案各有亮点 美军在对比性能后 选中了贝尔的YH-63 和休斯飞机公司的YH-64直升机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两款原型机展开了残酷的极限测试 在沙漠中测试高温环境下的 发动机可靠性 在山区验证低空飞行的稳定性 在靶场比拼武器系统的命中率 甚至模拟被敌方炮火击中后的生存能力 最终 在1976年 五角大楼的最终判决终于出炉 休斯的YH-64直升机获胜 那么有人会问了 为什么美军会选择这款YH-64直升机呢 为何贝尔的YH-63直升机会惜败 关键点来了 贝尔的YH-63直升机虽然经验老道 但它采用了更传统的 后三点式起落架 在夜战环境下的稳定性备受质疑 且其悬翼设计 在测试中也暴露出一些抗损性问题 这些细节上的差距 最终决定了竞标的成败 而YH-64直升机的设计 则更贴合实战需求 它的发动机分支在旋转轴两侧 就算一台被击中 另一台仍能保证飞行 座舱采用前后串列布局 正驾驶员在后上访 副驾驶员兼火炮瞄准手在前 这种前后阶梯式串列座舱 堪称教科书师的设计 它最大限度地优化了飞行员的视野 并极大降低了单次攻击 同时命中两名成员的风险 成为日后武装直升机的设计标杆 而阿帕奇后来的命运也颇为坎坷 在经历无数辗转曲折后 最终它成为了波音公司的明星产品 但无论归属如何 这款以美洲原住民阿帕奇族命名的战机 已经注定要输写传奇 在1984年 阿帕奇的基本型 H-64A正式交付美国陆军 从此阿帕奇这个名字 开始出现在美军的装备序列中 等待着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机会 那它为何能在一众直升机中脱颖而出呢 那自然是有原因的 如果说竞标获胜是起点 那么阿帕奇真正的底气 来自于它浑身的黑科技 从发动机到装甲 从武器到航电 所有的系统精准协同 堪称移动的空中武器平台 首先是它的动力与防护系统 它的卓越的机动性和生存性 能够敏锐地躲避雷达的追击 和防空导弹的锁定 另外 阿帕奇还搭载了两个通用电器T700 沃轮轴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堪称航空界的长青树 它的可靠性极强 至今仍为多款直升机采用 而阿帕奇的两台发动机 则分别安装在其旋转轴的两旁 间距较大 有效避免了一发炮弹 击中两台发动机的风险 而且发动机的排气口 位于机身较高处 还能通过红外液质装置 降低红外信号 减少被红外制造导弹锁定的概率 对于武装直升机来说 扛走和跑得快同样重要 而阿帕奇的左舱装甲 就采用了多层复合材料 能够抵挡住俄制ZSU-23型 23毫米机炮的直接设计 要知道 这款机炮可是苏军地面部队的 主力防空武器 威力十足 但是对于阿帕奇来说 不过是挠痒罢了 此外 它的燃油箱还采用了自密封设计 这意味着就算被击穿 也能迅速风堵漏洞 从而避免燃油泄漏引发爆炸 然而 阿帕奇之所以被称为坦克猎人 核心就在于它恐怖的火力配置 从机皮的炼炮到机翼的导弹 兼顾攻防一体的火力网 在固定武装方面 阿帕奇的机皮下方 安装了30毫米M230电炮 射速快 穿透力强 可打击步兵 轻型车辆及部分装甲目标 且与头盔瞄准系统联动 实现指哪打哪 短翼 设有四个武器挂材点 堪称移动弹药库 最经典的组合 AGM-14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和Hedron 705火箭弹 地狱火导弹通过激光制导 射程远 精度高 一枚就能摧毁一辆主战坦克 而Hedron 70火箭弹 则是面杀伤利器 适合对极群步兵和阵地攻势 进行覆盖打击 地狱火导弹如同外科手术刀 负责对高价值的装甲目标 进行精准点杀 而海蛇怪70火箭弹 则向一门空中线弹枪 用一队步兵 轻型车辆和攻势 进行毁灭性的区域覆盖 这种点语面的结合 构成了阿帕奇诬陷可及的火力网 在满载状态下 阿帕奇能挂载多达16枚地狱火导弹 因此 在战场上 它的火力密度无与伦比 能瞬间摧毁多辆坦克 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 看得远 打得准 愈加重要 阿帕奇的航电系统 在其诞生时期 堪称黑科技 其中 阿帕奇最具代表性的是 目标识别瞄准系统 和飞行员夜视系统 目标识别系统 能够在白天放大远处目标 让飞行员数公里外 锁定敌方坦克 而夜视系统 则采用红外热成像技术 即使在黑暗中 也能清晰显示地面目标 确保全天候作战能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 夜视系统 整合在飞行员的头盔中 飞行员可直接看到夜视图像 无需低头看仪表盘 这项创新设计 实现了目标搜索 激光制导和夜视功能的完美结合 大幅缩短了 从发现目标 到摧毁目标的反应时间 那么如果阿帕奇 在夜外侦察和敌方隐蔽情况下 又该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它的被动式雷达和红外线反制装置 能够及时感知敌方雷达 照射和来袭导弹 迅速释放干扰弹 规避攻击 GPS导航系统 确保它在没有敌标的环境中 也能精准定位 不至于迷失方向 那么这头钢铁猛兽 在真正的战场上表现如何呢 它的首秀 就让世界为之策目 1989年 巴拿马正以支持行动打响 美军为了推翻独裁者诺列加 派出了刚服役不久的 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这是阿帕奇的首次实战 虽然对手不强 战场也不大 但这一战却让全世界 开始注意到这个 空中猎手的恐怖潜力 夜晚漆黑一片 巴拿马的丛林和城市 在黑暗中沉默 但对阿帕奇来说 黑夜不是障碍 反而是它的主场 它装备的PNVS夜视系统 让飞行员能够清晰 看到地面目标 在夜色掩护下 阿帕奇悄无声息地 接近地方阵地 火箭弹和机炮精准覆盖 迅速摧毁了多个军事据点 这一战 美军不仅达成了目标 更验证了阿帕奇 在复杂环境下精准打击能力 它的风神之路就此开启 而真正让阿帕奇 一战风神的 则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 那时的伊拉克 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 边境线上密密麻麻 部署了上千六坦克装甲车 还有一整套防空雷达网 严防死守 可就在沙漠风暴行动 开始前几个小时 九家帕奇在四架 MH-53普鲁英的引导下 贴着沙漠地表几米的高度 像幽灵一样地空突进 直布伊拉克边境的雷达站 它们飞得极低 避开了雷达探测 行动极快 目标极准 到达后 立刻发射 海转七零火箭弹 摧毁雷达天线 再用地域火导弹精准点名 一辆节辆的雷达车 在爆炸中化为废铁 短短几分钟 伊拉克的防空系统瞬间瓦解 联军战机 毫无阻碍地涌入伊拉克领空 展开大规模攻击 这一战被称为 沙漠风暴的第一枪 而阿帕奇 就是抠动扳机的那个人 但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地面战 阿帕奇彻底化身 坦克杀手 在开阔的沙漠地带 他成了伊拉克装甲部队的噩梦 整个战争期间 被阿帕奇摧毁的 一军装甲目标数以百计 其中还有最先进的T-72坦克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强 关键就两个词 距离和精度 阿帕奇可以在敌方 达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 他用TADS瞄准系统锁定目标 发射地域火导弹后 立刻撤离 导弹自己会直送目标 自动命中 伊拉克坦克兵回忆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直升机在哪儿 只听见搜短一声 然后坦克就炸了 这种看不见对手 就被消灭的绝望感 彻底击溃了伊军的士气 海湾战争后 美军自豪地宣布 我们就是战场的主宰者 而阿帕奇 无疑是这场胜利中 最闪亮的明星 那么这么强大的武器 难道就没有短板吗 它真的是坚不可摧吗 要知道 再强的武器也有短板 进入21世纪后 阿帕奇陆续投入阿富汗 谁能想到 在沙漠里横冲直撞的阿帕奇 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 到了阿富汗的山区 它彻底没了往日围风 这里没有开阔地形 让它低空突防 满是狭窄山谷和陡峭山壁 把它的优势全给限制住了 塔利班武装躲在山洞 峡谷里打伏击 RPG火箭筒和高射机枪 专挑它下手 山区事业差 雷达根本找不到这些隐蔽目标 阿帕奇一飞入伏击圈 就容易中招 阿帕奇的问题 事实上是美军冷战时期 设计的武装直升机 只适合于欧洲大平原 但是在21世纪战场中 比如像伊拉克高山洞穴 建筑群非常密集 它或许有些水土不服 它的所有优势 超时巨打击 高速突防 强大的反装甲火力 在面对藏身与山洞 和敏居中的有机队势 都难以有效发挥 这迫使美军重新思考 陆军航空兵的定位 即在提供强大火力的同时 如何与地面部队 进行更紧密的协同 以及如何提升 在复杂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毕竟真正的强者 从来都是在解决问题中 变得更强 在经验中吸取教训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阿帕奇 到底进行怎样的升级 依旧让他坐稳天空霸主的宝座 一款传奇武器的生命力 在于不断渐化 吸取实战中的经验 不断完善 才能迎接各种挑战 海湾战争后 美军拿着H-64A的战场体检报告 启动了升级计划 最初只想小修小补 把254架A升级成H-64B 换接时主旋翼解决 抗损问题 加装GPS告别迷路 升级无线电 打通与地面的沟通壁垒 然而美国国会的胃口 远不止于此 追加拨款 直接把标准拉满 H-64C就此诞生 C型堪称火力强化版 优化火控系统 多目标锁定更快 增强地域火兼容性 支持更先进制导 航电软件大升级 目标识别速度翻倍 虽然B型和C型 都是过渡款 产量不多 但积累的经验 为后续机型的质变 扑了路 如果说A型是 单打独斗的猛将 D型就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官 它的出现 让阿帕奇作战模式 彻底变革 阿帕奇最关键的进化是 主旋翼上方的NAPG-78 成功雷达 让它从优秀武器平台 跃升至顶级战程主宰 这颗天眼抗干扰墙 全天候可用 能隐蔽侦查锁定目标 还可通过数据店 共享数据给有机 将作战模式 从单机叠杀 升级为集群协同的 隔山打牛式打击 另外 D型还升级了 T700G-70C1发动机 改良机身与座舱 全面提升生存 通讯和导航能力 获得了英国飞行员高度认可 并下单采购 那么最终版本 到底能够有多强 升级了哪些方面呢 进入21世纪 数字化的发展迅速 阿帕奇也紧跟潮流 推出终极款H64E守护神 它的升级 堪称全方位无死角 核心就是数字化转型 信息互联能力拉满 能兼容联合战术情报系统 跟友军实施共享数据 相当于装了超级大脑 动力升级为T700G-701D发动机 搭配复合材料新选翼 航速 划升率和载重量 都大幅提升 还能遥控无人接打投阵 支持复杂迹象下的仪表飞行 改良起落架适配各种提醒 如此实力的阿帕奇 堪称全能王者 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 阿帕奇还会继续升级迭代 或许会加入人工智能 更先进的隐身技术 更强的电子战能力 但无论怎么变 它为战而生 向战而行的本质不会变 这架空中传奇 还将在未来的战场上 续写新的辉煌 好了 关于H64阿帕奇的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除了阿帕奇 你还知道哪些 拥有特色的经典武器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